五百二第一次还有人没有 五百二第二次 五百二第三次 见过求职者挺老板的 却从来没见过哪个老板对求职者如此殷勤的 这个格老族少女年纪虽小能耐挺大 一言不合彰显技能 让大佬为她争锋吃醋结帮拉牌 她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格老族少女徐兰因为自小跟着家长经商 所以对销售有浓厚兴趣 她来到求职舞台是为了寻求一份销售工作 众所周知社会浮躁人心难测 能够坚定一个职位不被外界打扰的人少之又少 她不顾母亲阻挠一意孤行离开家乡闯荡北京 期间家人频频劝道回家 徐兰都不为所动 她喜欢与人沟通 并将销售当作彼生事业 每个人的理想各不相同 而徐兰一番女生不爱抛头露面的特性 在闯荡北京的时候 她选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销售 在工作中 徐兰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但在父母眼中 销售始终不是徐兰最好的选择 也曾生计将女儿骗回家 可这阻挡不了徐兰奋斗精神 向上的精神不仅让在场的老板心生好感 于是 现场老板忍不住讲解她们的轻松岁月 企图与认真生活的小学产生共鸣 当时在IDG我做风险投资 当我就看到我的办公室的财务总监 40岁的一个女生 我说我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赚二十几万年薪的时候 我就在想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 我仍然就像我的财务总监一样 他虽然赚了一百万年薪在那个时候 但是我能看到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我说我不要这样的工作 我说我要做一份自己的事情 一人情感发表结束 下一位老板接力 这一个个的温情告白让人一度怀疑 是进入了大型情感节目 明明是求职类工作 却让主持人与老板搞成怀旧节目 最后为了形象塑造 突类直接给徐兰一个乖巧天真的人设 却连老板更是给足排面笑意盈盈 在谈论薪酬的时候 徐兰也非常赶 直接提出6500元的销售底薪 要知道能提出这样新式的销售 简直人间罕见 尤其是求职舞台上更是少之又少 老油条土壘见状 这样的底薪有信心拿捏吗 徐兰表示自己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 现场氛围达到最高点 初步选择时间 老板直接爆灯表示对其能力的期待 下面徐兰的临场表现让人大开眼界 他首先从场上寄来一支平平无奇的水笔 第二步拿起水笔 让主持人图蕾在本子上面签名 这样的行为其中的意图 现场老板都非常清楚 但看到他努力的神情 都愿意当那只待在的羔羊 流程继续 图兰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现出 作为销售能力 他主动邀请现场的老板上台互动 6人由老板潮汐积极响应号召 走起路来带风 满脸笑意 在徐兰的指挥下签上自己名字 但被问及签字笔的舒服程度 他的配合态度也是空前高涨 眼看着他要发表更加油腻的老板发言 现场人纷纷抵制 于是其留下非常著名的舔狗言论 看到老板的迷惑行为让人懵了 这销售实操还没完成 老板就急吼吼地下场表态 也是罕见 另外应聘的妹子还没展现出销售能力 就俘获现场老板的心 感觉就像梦一样 他如何修得如此神迹 也成为打工人们想要膜拜的点 一场意外之后 徐兰继续他的销售之路 开口就是将普通签字笔赋予含义 本以为徐兰会有怎样的销售开场 谁知道老套又无聊 既然为笔赋予了含义 接下来的他直接生硬地开始现场拍卖 以10元作为底价 下面他自买自夸 询问有人加价吗 现场观众脱口而出就是100 接下来大家就像中了鞋一样 开始把笔的价格一步步抬 六人由老总现场发挥 钱财的身外之物 出价400元 看到此情此景的突雷都忍不住调侃 是在刷存在感 现场观众为了面子 喊出520元的天价 此时此刻 徐兰满面堆笑 相当得意 而现场老板的神情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好似在嘲笑 尝下观众的弱智 与六人由老板的引拙 懂的人自然都懂 在场老板成了工具人 现场配合徐兰的表演 为了让场面更加紧张 吕一总裁应运出现 肯定了徐兰的能力 并且夸赞其是难得一见的销售人才 徐兰认为 一个在普通的物品 放在什么地方 就决定它的价值 而作为销售 应该思考的就是 如何将物品提升价值 将其销售出去 有人说就是一个苹果 如果放在苹果店里面 那就杂货摊上 它就是一个苹果的价格 但是摆在酒店 它就是酒店苹果的价格 所以说我们做销售的 就要深刻地去创造这些价值 而今天我在这里 我想说的是 我销售的不是这支笔 我销售的是我自己 我叫徐兰 来自贵州 一系列的销售技能展现出来 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有的是老板抱团是温情秀 以及虚假的节目安排 单单是主持人图蕾一改往日的毒蛇 对徐兰的温和 让人忍不住怀疑 遇鬼了 就连老板不怀好意的直视 都被图蕾完美圆过去 形容为慈父 全场老板对求职者徐兰的喜欢 也达到空前程度 现场的就业专家 也像是着了魔一样 在提及对徐兰 更是疯狂表白 自己为她的推销手段着迷 全场大满贯 徐兰的受欢迎程度 直接颠覆人们的想象 职场生活中最重要的情商测试 如约而至 这次的问题就是 主管犯了错误 但总经理事后责怪于卑微打工人 那身为打工人 是否会替主管背锅 身为打工仔的徐兰深爱职场 坦证表示 无伤大雅的事情 她会选择背锅 听闻此话 现场上的老板立刻产生两个流派 一方认为 简单的背锅无伤大雅 大师大飞上面 有把控主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认为 即便是细小的偷肩耍滑 都是容不下的 认为随意包庇是错误的 总结来说 徐兰的整场表现算得上是优秀 获得众多老板的喜爱 最后 绿衣总裁与六人油老板对阵 她如愿选择了喜欢的六人油 薪酬一下飙到七千 这样有能力的求职人 真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宝贝们 提高自身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一切的努力 终将获得不俗成就 成为理想中的自己